2月28号 演员胡军作为形象大使 亮相北京麻束文化节启动仪式 不过由于演员刘涛三天前在微博上 讲述自己贤妻之路的婚后故事 所以曾与刘涛合作过的胡军 也被大家问起了此事 看了他这篇长的微博以后 我才了解到 他经历了这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由于胡军曾与刘涛在电视剧《天龙八部》中有过合作 因此私下两人的关系也不错 刘涛结婚的时候还请胡军到场喝喜酒 当天在现场 胡军也透露了一段当年在婚礼现场 让他记忆深刻的一幕 那时候我还记得他在结婚的时候 我还跟他的老公说 我说从现在开始阿猪交给你了 好好的带他 他说君哥你放心吧 我一定好好带他 当时大家都是在一种非常幸福和那种气氛当中 大家都有一个由衷的一种祝愿 但是每个人的生活碰到 特别是在社会上碰到一些很多坎坷 很多无偿的东西 2008年1月 演员刘涛嫁给富商王科 出家当庭的婚车团队吸引了全京城的眼光 刘涛在婚礼现场突然宣布退出娱乐圈 今后要在家乡赴教子 然而好景不长 前年开始陆续有知情人爆料 王科遭遇财务危机 而刘涛也积极服出拍戏 被外界解读为为夫还斩 不过那时刘涛对丈夫所遇到的事业危机 知子未提 如今刘涛成自己主演的电视剧贤妻播出之际 发微博详细陈述婚后的遭遇 虽然被外界解读为炒作 但是在朋友胡军看来 刘涛在婚姻遭遇坎坷时表现出来的坚持特别不容易 人生当中每个人都会碰到不同不同样的一些事情 对他在家碰到时候他没有趴下 而且非常坚挺的一直在拽着他那个老公一直往前走 我觉得这点是非常让人钦佩的 对于女性而已 所以说女性伟大有很多 这也是其中之一 真的是很让人敬佩 有库娱乐播报 北京八大 北京八大